诗篇144章篇144篇1到4节 所以只有4节 因为这么短的关系呢 我想说我们就可以来读一遍 好 那是我们可以一起读的吗 可以呢 耶和华 我的磐石是应当成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挣扎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他是我实爱的主 我的山寨 我的高台 我的旧主 我的盾牌 是我所投靠的 他使我的百姓浮在我以下 耶和华 人算什么 毕竟认识他 世人算什么 毕竟顾念他 人好像一口气 他的年日如同银而快快过去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非常短 那当我在读这四章的时候呢 我发现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当我们看到前面两节的时候 就发现大卫他在强调自己 是在神的带领下 神的带领下可以作战 可是呢 到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时候呢 大卫立刻马上就谦虚下来了 对 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人 那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在读这一到四节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 那我发现呢 大卫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他是非常一个归手的人 他很感恩 他很感恩神 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一切 那我们都知道大卫其实他不是一个所谓完全的人 对不对 他做了一些是不合圣经 也不合就是不对的事情 可是呢 神还是愿意的 神还是愿意的来使用他 然后让他在他的生命中 有很多困难 或者是有很多 碰到很多 敌人的时候 神都可以让他可以安全的 这样子度过这些 那大卫回想经历神多方面的保护 有得到神使全国统一 受制于大卫之下 那大卫就感叹说 神对他的实战是太好了 那各位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 你们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棒的神吗 很棒的神吗 是的 对不对 那你们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吗 相信对不对 那你相信神 不管你在任何情况 在任何时候 神其实都是在你身边的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 相信 OK好 那 那在我继续开始之前的呢 我想再问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就是 这里的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 是那边的 是那边的 是那从这边穿过去哪边 有没有 有没有邀请 不是邀请 有没有找过一个 诗人教练 在你们身边中 有没有诗人教练 那这个诗人教有没有呢 没有 孩子 孩子 孩子有诗人教练 可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呢 有没有 那我个人呢 是从来没有找过任何的诗人教练 可是我有听过 然后我身边有朋友 他有去找过诗人教练 那这个诗人教练可以包括很多 对不对 在运动方面的诗人教练 教你怎样 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 让你的身体变得强壮 或者是呢 在学习上面的诗人教练 家教 对不对 他教你 教你学校的一些东西 等等这些都是 那今天呢 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 就是诗人教练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中 是多么的重要 不只是基督徒 在我们 在人的生命中 会是多么重要的 那我给各位弟兄姐妹看几个图案 对 有没有看到 左边这个图案就是没有诗人教练 右边这个图案就是有诗人教练 所谓的家教 或者是 没有找诗人教练之前 是这样 找了诗人教练之后 会是这样 还有就是小乌龟 对不对 在没有诗人教练之前 是这个 很可爱 很秀小的 可是当他得到诗人教练以后呢 就变这样了 对不对 那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呢 就是基督徒的诗人教练 那各位弟兄姐妹有可能会问说 诗人教练真的会要 真的这么 真的这么重要吗 在我们的生命中 对不对 那大卫他承认 神是他在战争里面的诗人教练 同样大卫也说过神是他的保护者 在他战争的时候是他的保护者 那让我们可以想一想 就说神 我们的诗人教练 不只是在我们人生要战争 要有战争的时候会保护我们 他也会当我们的盾盼盼盼 那这里我想给各位看一个照片 这一位 David Wood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 认不认识 他是一位 打 打 打 籃球的 职业籃球的一位 一位 一位人 对 他是应该是在80年代跟90年代初 可能那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还没生 那他名字叫David Wood 那他呢 讲过一句话 他那时候在参加西班牙球赛 决赛的时候呢 在一场比赛前面 他有宣读 诗篇114章第一节 就是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那接着他说呢 你看我正是 这正是上帝对我说的话 他教导我的手 接 蓝板球 教导我的指头 射蓝 那大卫呢 这一位大卫 他知道上帝要他蓝板球 他也明白上帝全然接纳 接纳他 而让他有能力完成 完成神要他做的事 那他教导我的手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其实呢 可以在我们生命中 这一段经文在我们生命中 其实可以apply到我们 很多会发生的事情 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神教导我们的手征战 教导我们的指头打仗 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大卫第一次提到 这个经文 那同样的在诗篇十八章 三十四节的时候 也有提到他说 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行币能开通共 那接下来我想给各位 一手见面看两个图案 两个照片 这两个照片 那一个是我 他是我 他是我 他也是我 他的上面也是我 对 那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发现这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 是两个不同年份照的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来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发现这两张照片 和什么是相同的 可以 诶 这么快就猜到了 对 那 那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两张照片呢 为什么这两张 这两张照片的衣服是相同的呢 OK 各位弟兄衣服的带来 就是这件衣服 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对就是这件衣服 那这件衣服有什么特别呢 那这两 我先讲这两张照片好了 这两张照片 其实是我在 嗯 2011年 跟2012年去 啊 东宇短宣的时候 的两张照片 那我特别会 嗯 分享这两张照片 最主要是这个衣服 对 那我可以给各位弟兄姐妹 看一下 我刚刚有记到诗篇 144章 第一节嘛 对不对 在这个衣服上面 这里 就有写诗篇 144章 第一节 对 所以我那时候去短圈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短圈 很害怕 就是很紧张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就靠着这一张中间 对 神 他教导我的 直头 打仗 教我的 拳头 打仗 直头 对 那我穿这衣服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神 他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打这个 我所会 面对我不了解的这个战争 对 那这个战争 不只是说是敌人 那这个也可以说是在 灵力上面的 灵力上面的一个battle 一个战争 那各位弟兄姐妹呢 呃 你们我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 有在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吗 在你们的生命中 那我想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是 不要害怕 让神 当你们的 诗人 教练 然后当你们的盾盘 有时候 我们会发觉说我们身上的压力 其实是很大的 大到说可能我们有点喘不过气了 可是 这个 只是神在我们属灵生命中 要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东西而已 那我很 很认同 然后我也相信上帝 他是不会给我们 超过我们 所能承受的 那这里有几段经文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十章 第四节讲到说 我们战争的兵器本不是书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供获兼顾的灵类 还有一 以佛所书第六章四到十一节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对 那我在这里想分享 跟各位弟兄姐妹想分享说 其实我们不是自己 我们不是耳末 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还有神 对 那神是我 他是我 慈爱的主 我的山寨 我的高财 我的救主 我的盾盘 是我所投靠的 那我们为什么 神是这么多 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害怕呢 我们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神爱我们 那这个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那弟兄姐妹 保卫 保护达尾的这位神 也是那位会保护我们的神 那其实刚刚我有提到 就是坛食 慈爱的主 山寨 高财 救主 盾盘 还有投靠者 这七样东西 那这七样东西 那这七样东西 那这七样关系 那这七样是有什么关系呢 弟兄姐妹 这七样关系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 与神的关系 各位弟兄姐妹 有没有发现 盘石 慈爱的主 山寨 高抬 救主 断盘 投靠者 最核心的就是与神的关系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我们 跟神 所谓的关系 到底是有多么的close 你愿意 让神在你的生命中 掌权吗 你愿意 相信 这位神吗 你愿意 就像大卫愿意这样子 让神 在他 在大卫说要 需要去征战的时候 让神在他生命中 掌权 那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都会有一些 都有不一样 那也会有 不同的挑战 可是有时候呢 有时候人生其实就像什么 查验啊 对不对 要有裂痕才会无畏 那God makes a way when there is no way 所以放下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给我 你和我的主 在耶利米苏 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 讲到说耶和华 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 是持平安的意念 不是讲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那我个人其实知道 在我的生命中 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 那这些困难呢 光靠着我自己的 光靠着我自己 我是没有办法 战胜他的 所以呢 在菲利比书第四章 第四三节说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然后同样呢 在史篇一百二十五章第二节 有讲到说 我众生这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从今直到永远 那各位听说 我们 其实 以我个人来讲 我常常会要提醒我自己 告诉我自己说 我到底 在我的生命中 到底什么是重要的 对不对 那常常也要提醒我自己 问我自己说 到底是谁 跟我在一起 对不对 那不要因选择了 没有永久价值的生活目标 而浪费了我们的生命 对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牧师 对他有讲过一句话 我常常这句话 我常常会提醒我自己 他是说 当我们的快乐 是建立在短暂的 事物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快乐 只会是短暂的 那大卫呢 他在一个又一个的艰难当中 不断的经历神 认识神 同样我们人生 一个又一个难处当中 也是可以 不断的经历神 那各位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 就是人越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 越能从心里发出谦卑和感恩的赞叹 对不对 那在诗篇一百四十四章第三节 有大卫有讲到说 人算什么你尽认识他 世人算什么你尽顾念他 那大卫把他这一生的荣耀 其实都荣耀给生 都归给女生 因为大卫知道他有一位保护他的神 并且是蛮有能力的神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说我们我好了 只要是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那有可能在我们这里的 当中的任何一位 现在正是在经历所谓的这个软弱当中 那这个软弱可以 可以包括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 health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的家庭 也或者是真的是 每一天有太多事情在我们的肩膀上面 让我们穿不过气 可是在歌里很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 可以讲到说我的恩典是够能用的 因为我的大能在软弱中得以完全 那最后呢我想给各位 看一下这一个人 这一位 他叫做rich franklin 右边跟两边其实是同一个人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呢 其实 我先介绍一下右边的他好了 右边的他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是 所谓的 中和格斗的一个格斗者 一个算是一种运动 那他呢 他是 中量级的冠军 所以这是右边的他 左边的他呢 在他参加这个 中和格斗的事之前呢 他其实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左边的他 他其实是一个老师 他在高中是讲的一个数 是一个数学老师 对 那他 其实有一次分享 关于 就是关于神 怎样 预备他的事 那我觉得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所以想跟各位分享 他是讲说呢 在生活中我们会 会面临许多大大小小考验 和磨难 主呢 会用这些来考虑我们 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 战斗时 我力效于 我力求 效仿大卫的战斗精神 然而我认识到 即使作为王的大卫 也在寻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导 这是一种默认 这是一种默认 我的价值和存在 只有靠上帝才能实现 我是他 又来取得胜利的器 功劳 功劳应该属于他 每当我独自进入 就是战场的时候 面对对手时 我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神一直在看过我 引导我 每次我呼唤他的力量时 他都带领我走向胜利 那各位弟兄姐妹 最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生命中的 私人教练 我们生命中的私人教练 是谁呢 那位打篮球的David David Wood 他选择了神 那在圣经中的大卫 他也选择了神 还有这一位Rich Franklin 他也选择了神 那同样的佛 也选择了神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 千万学书 主啊真的是 全部的荣耀 在每头属于你 主啊真的是 你看过我们这里的每一位 主啊认识你的 或者是还不认识你的 主啊真的是我们 有困难的时候 主啊真的是我们来到你的身边 主啊我们请求你 主啊真的是愿你给我们这个力量 让我们可以战胜 我们真的是 每天所会碰到的一些 一些困难 the obstacles in life 主啊真的是也愿你看顾 主啊真的是你怎样带着 大卫主啊 战胜他的仇地 主啊你也怎样带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位 来战胜我们生命中的软弱 主啊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 主啊真的是你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需要 主啊真的是愿你亲自来来到我们这里 主啊真的是来把加添给我们力量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不要害怕 主啊因为我们知道 主啊你就是那位 我们生命中的适能交流 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 主啊你就是那位掌权的主 主啊真的是因为有你 主啊真的是在我们里面的 以外面的更大 主啊因为有你主啊真的是我们 对我们每一天有盼望 主啊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 还是这一定的时间主啊真的是来分享你的话语 主啊真的是你也 愿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 等一下分小组的时间 主啊真的是感谢祷告不配 但是奉主耶稣圣理祈求 Amen